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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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嬰兒先生來了英國那麼久 都不知道找誰幫我搞頭髮 今天就來到倫敦這間Baba Shop 找一位香港的同鄉幫我搞一搞頭髮 交給我吧 為什麼你會在倫敦剪頭髮 我本身2018年 已經和女朋友決定要離開香港 那時候我在香港有做展覽 女朋友做秘書 壓力太大 人情緒都差了 對家人又沒有禮貌 那時候就想著不如趁未夠30歲 不妨出去闖一闖 跟女朋友說去Working Holiday 過到英國就想著 看看可不可以找以前做展覽的相關工作 就傳了很多CV出去 又沒有feedback 10月底我的手指因為意外斷了 那我想去餐廳找工作也不行 那其實本身做Barber 都是我其中一個backup plan 那斷手指期間又找到 原來可以給錢去學校讀書 那三個月就叫做學門成C shop ready 這樣就可以上班 那最後我就選了這條路 就去那間學校了 很棒 哇,很棒 他的表演 你想要真正 還是要讓人知道 他很專業 很精彩 他很精彩 很精彩 他的工作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Tip Top 我來之前是很fantasy的 即是我本身是想著 過來英國呢 就出去街頭賣唱 然後會搞自己YouTube Channel 那是想著建造自己的品牌 但其實基於香港的狀況 令到我本身的計劃需要改變 再加上我的意外斷了手指 那結果我就... 就一直有它發生 那現在... 我覺得都很幸運 現在找到店舖去一邊剪頭髮 然後封完成之後 我都一邊有工 那個課程呢 我就花了總共六千磅左右 那連學費 還有我買工具的錢 然後我在學校 我是回了學十二個星期 班裏面的同學呢 都真的是五胡四海 跟他們一起上課 其實都很有趣 跟客人或者同學去相處 那最後在那三個月裡面 我是很快速地 令到自己可以融入 英國本土生活的一個文化 那其實基於過去那三個月 都是不停地消錢 我都很擔心找不找到工作 我就開始在Instagram上面 去聯絡當地的Barber Shop 那時候是Target 我家附近的Barber Shop 然後我都很幸運地 就在Richmond國找到那間店舖 然後我是去那間店舖 回了一天工 那一天呢 我就是會幫一些walk-in的客人 去剪頭髮 那在那一天 我就得到這份工 其實我來到倫敦 沒有久 我真的對Richmond 不是那麼認知 我來到這間店舖 開始上班 就發現這間店 它收費又不是很貴的 就是它相對這一區來說 原來是比較便宜的 那我做了一個多月之後 就發現 咦?有很多客人過來呢 純粹是跟你chill一下 他們不是真的過來剪頭髮的 那這個其實在我心裏面對Barber Shop 那個感覺呢 就更加相似 就是它不會像香港那一類很高檔 反而它真是一個很local shop的形象 在英國這邊呢 我們Barber這行呢 它主要都是分兩類 自顧或者是有人請 即是打工 那打工呢 就可能會有個底薪 再加commission 或者是周薪 日薪 月薪 即是它每間公司都有不同的一個安排 那如果自顧呢 就分兩類 你可能是跟你老闆對策 亦都可能會是你自己租一張椅子 那你代到多少錢 你就代多少錢 有力氣有時間有本錢 就出去闖一下 不試過你連輸的機會都沒有 香港人加油 有力氣有